整個表演都是自動的 大家放心 你就自動 不是 我也試試加個拍片 泰文部的讀者 但我覺得大會方面選擇 我們四個都有不同的風格 我們可以在這個音樂會上 玩大家最擅長的風格 即是改編歌 其實我自己眼中覺得 現在的廣東聽眾 接受音樂的不同類型程度 是大了的 那其實 一向外國有些聽眾 他們聽的音樂元素也很多 也有很多種類可以選擇 人家多人 然後 那香港其實有些音樂元素 其實一直都沒有放在廣東那裡 但是可能當 電音 或者 有些音樂元素 其實一直以來都 大家覺得是indy 但是現在其實 沒有分音不indy 音樂你做完出來 大家欣賞 即已經有很多人會欣賞 我覺得做音樂的模式 是可以沒那麼彈一 無論有公司也好 沒有公司也好 其實只要你做的事出來 是reflect你自己 還有你是好鮮明的 其實大家明白你的人想怎樣 明白你的音樂想怎樣 其實就未必真的 有公司不公司 就會斷定成功的話 就是資源的多寡 不代表你和你的成功 是不會想等候 是的 你新一批出來的人 其實你要去令到人 認同是一件很難的事 所以其實我們都不斷地 在自己的作品上 希望可以努力地得到大家的認同 做音樂永遠不只是做音樂 譬如我搞定了歌那邊 我以為自己了解了怎樣去做一首歌 然後到台才發現 原來又有另外一堆東西要學的 是舞台和觀眾溝通 各樣那樣 然後好像今天這樣 我有學了一些新的東西 是的 即是在這個show business 永遠都不只是只有音樂 當然它是最重要的部分 但不只是那一段 即是可能我和Titan 會比較遇到多些需要處理的事情 比我們想像中多很多 取得音樂而外 即是無論如何 可能對媒體 我們搞show的時候 你很多的工具的東西 我們都會記手上的 最難你會學會 可能不要被人影響到 你做的很多事情 可能大家會有他自己的意思加在裡面 會很容易令你做的音樂很不純粹 很難你要學會去平衡 平衡所有的意見 即是 都是要聽回自己的聲音 你不可以被這些影響到 因為太多人有太多的意見 太多人可能會覺得你這樣好 這個不好 但你問回自己當初想做些什麼 就是 最推動到自己去創作的 其實是來自憤怒的情緒 就會很推動到我去寫一首歌 去講我要講的東西 順便 新歌 新歌 叫做Batter 年初的時候 我和我的團隊 有很多爭執 但我發現 發生是沒有用的 要溝通 我寫了一首歌 所以裡面有些說 我知道了 我要這樣做 去做一個更好的自己 去保護我想保護的人 身為一個都市人 很少會有進入 即是 當我們是一個表演者 我們經常都會外出出去 但其實我們都需要有些時間 停下來 給自己進入一些東西 然後再透過那些進入去做一些創作 太多自信教 這件事 沒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為什麼 例如說 生氣 或者失戀 這些才令到我自己 會有感覺去寫 因為這兩件事的影響很大 搞到現在 其實有時候 我想找一些題材的時候 都會 沒什麼感覺 這樣 做到Auto Tune的事情 因為可能 本來香港 可能都少一些 這樣的 Live Show 會有Auto Tune 所以 希望可以在這個Show 做到這些事情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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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個Show 都是Auto Tune 大家放心 你就自大 不是 我也試一下 真的加個拍片 不要自大 我想說 其實 很多地方 已經 已經在做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當然 我這樣說 一定會有很多人 反對 你作為一個 唱歌的人 有什麼可能 經常用Auto Tune 但我想說 其實以一個Show Business 的角度來看 整體的效果 才是最好的 所以 我是極度支持 這個Auto Tune 是的 每個合作都會有不同的火花 但我覺得更加重要的是 我們要表現到自己 最想表現到的東西 給大家看 而這個 未必是要做到突破 才可以 反而是做到 我自己最想表現到的東西 給大家看 而大家百分之百接收 其實我覺得 這個 比你要做突破 更加 好 我覺得 有時候大家太專注 在一些 我是否要見到一些 很不一樣的你呢 那 如果你看到一個 不一樣的我 是不是你 就會更加欣賞我 還是不欣賞我 那我本身那個 是不是你不欣賞呢 如果我很舒服 這樣表現自己 我最擅長的東西 會不會變成一種 反而你不欣賞 那我想大家 都專注在 大家 例如選擇四個元素 那是不是應該專注在 我們最擅長的四個元素呢 那 而不是說我去做電 或者你去做電腦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當然我們會有一個 但是 不會是一個大部分 對 未必是一個物質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 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